超商買便當是不少忙碌上班族的選擇 最近肺炎疫情肆虐 民眾減少在外用餐 推升超商食品業績 其中健康類的最暢銷 請問要加熱嗎 買東西吃首選雞胸肉玉米棒等 原本這些濾菌食品主力放在健身客群 但受到疫情影響要吃得更健康 一般民眾也買單 超商的食品其實是可以帶回家吃 或是在這邊簡單吃一下比較快走 其實比較不會像餐廳吃那麼久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被感染的風險 因為疫情關係 民眾對健康的要求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發現說最近商店 店裡面的健康食品 濾菁商品 銷售狀況都還非常的好 那以激胸肉來講的話 單月就有月銷在十萬隻以上 空激胸肉年一月額就破五百萬元 林家超商業者也強攻健康取向的鮮食 加入超級大賣 妖榜膳食纖維比白米多四十倍 可以降低三成熱量吸收 今年預計會有二十個品項 那我們預計可能希望可以成長到 一億的這樣子的一個業績 那目前在推出一週的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來看起來的話 在這個飯糰跟便當的這個業績是最好的 業績渴望突破一元大關 超商龍頭也不遑多讓 導入熱門的花野菜米 讓便當營養指數再升級 吸引消費者選購 其他沙拉類的也都受到歡迎 肺炎疫情持續延燒 民眾拼防疫 飲食習慣大改變 預金商機趁勢崛起 參選許之熊貓想太不倒